云段上也有 比如说他希望 input 他基本上就输入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资料 他有一个output 他希望看到结果 就展示这样 基本上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在前面的空白 跟这边的空白 然后呢 前面还要空白 反正 他需要几位 前面跟后面都要有一杠 OK 也就是说他希望做格式化 当然如果 这个部分在seal里面来做其实相当简单 可是在python里面怎么做 上面那有一些 叙述 就是以栏宽 也是都要七个字 刚好要对齐 对齐刚好要靠右对齐 这要怎么做OK 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你想知道那个 答案的部分的话 把它放在这里 就是第1类到第4类的答案 那将来呢 这个 测验大概就这样 就是你输入这这4个词 他会得到 涨这样的就OK 基本上的话 就是会需要给他有4个input OK 然后4个input 有4个output 有没有 4个1234 所以这边有4个input 4个output 就4个input OK 那我大概demo一下 基本上 假设我今天 希望有得到这样的结果的话 当然第1个你可以在这边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src 那里面的YH就是 题目 A102 OK cancel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做出来就类似像这样 那假设我今天 按照那个题目的要求 比如说我输入这4个 要看到底下这样的效果 我把它实行一下 把它输入 OK 输入这4个 因为我用贴的比较快 因为最好是 用他上面给的这些相关的这个 数字 然后输入 按Enter 如果可以得到他要的结果 那表示是OK的 4个input 4个output OK 那当然这里有几个重点 大家跟各位说明一下 首先第1个 因为 输入的词 input一定是自串 这个没问题 前面我们跟各位讲过说 如果是整数的话用int 如果是小数点的话呢 用flotter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确定 我不确定说 他到底 输入的是int呢 还是flotter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转型的函数 叫 Evil 或者其实就是eValue 那这个有点像是 Sale里面其实有个函数叫Value Value函数主要的用途是 它有点像 我看一下官方的解释 是说 如果我输入之后 假设是输入23 0.12的话 理论上input会前后加双引号 那官方的解释 有点像Evil这个函数 它是把你前后的双引号 直接去除掉 取得它里面的值 就是Evil这个函数 它主要的作用 那有点像是吧 输入之后 我就把前后双引号 那不管里面是 有没有小数点 如果没有小数点就整数 有小数点 那就浮点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Evil很好用 就是不管是浮点或 INT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因为我输入里面有两个词 所以有一个N1N2 所以把N1N2放在format里面 那前面的话 就是一杠 这个一杠 可能要 这个要自己打 里面的话 因为 每一个 资料里面要7栏 7栏 7栏是意思说7个字 也就是如果 如果不足的话它自动会什么 会帮你补上那个空白 所以前面的话 假设 这个有五个字 所以要补两个空白 它自动补 那为什么自动补 就是7 7 7指的是7个字 0.2f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这个跟前面那个 有点类似 只是说前面 在点前面加个7 这个是格式化的规则 另外的话呢 还有对齐方式 如果你要什么 靠左对齐 就是打个小鱼 如果你要靠右对齐 请你打个什么 打个大鱼 如果你要自动对齐的话 你就打一个向上那个箭头符号 OK 所以这个其实 主要是考你这个啦 那当然我只是稍微演示一下102 104 D类的其实都是考类似的 也就是input的特别主要 我们前面input的里面是有个叙述 请输入数字 这没有啦 所以你会发现 一执行的话 它就是白白的一片 什么都没有 主要原因是因为input 它的考试 它可能越越单纯越好 所以它里面就是不需要你输入一些 字串 就直接输入值就好了 OK 那其实有个缺点就是 常常我都 执行 发现奇法怎么为什么没有讯息 会 可能会confuse一下 不过 你如果了解 它这个考试的规则大概就知道 所以 102 后面如果说呢 你对于其他题目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是再看一下 那个题目第一类 第二题就是计算圆的面积 圆面积的话就2πr 应该没错 所以你要把2πr的结果 输入半径 然后输入周长得到面 输入半径 然后帮我输出什么 它的半径 周长 跟面积 OK 所以这个大概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那当然呢 除了说第一类之外 其实它这边 分类 就是我们现在上课 就是这个选择叙述其实就是逻辑判断 OK 然后再来今天的就是第三类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把第三类稍微看一下 那第四类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123类 再综合在一起 那就是第四类 而且我记得好像 它总共有9类 9类的话 1类就是10分 也就是 对一题就10分 但是有一类 它是20分 因为9类 总total 如果一题都 只有10分的话 那就90分 其实 其中有一类 是20分 就第四类 也就是第四类的题目 它一题就20分 所以 一般如果你 假设你要去参加考试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先做 第四类的题 因为做一题就得拿20分 OK 不过它难度相对的比较高一些些 等于是把 一 二 三类 综合在一起 那等于就是 我们前面所讲的 那如果 有时间的话 假设你希望提高自己的功力 我是建议 这些题目都还 算不错 OK 当然 它一定有一些缺点 不过我觉得 至少 假设你要拿来练功的话 我想应该是不错的一个 选择 那再来的话 第五类是什么 就是 Function Function 其实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所谓的自定函数 那一般有翻译叫做函数 有翻译叫做函数 OK 那我自己 我觉得比较精确应该方学应该是 自己定义出来的 所以 我前面习惯加一个自定 那我习惯用函数 所以我就 自定函数 不过它叫做函数 不过是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假如我希望把什么呢 这个判断 直数这一题 请你帮我改成 自定函数的话 那该怎么做 首先一样 待会请各位 请你把它copy一下 贴上的话 请你把它贴上之后的话 判断直数 习惯上 主要一般常用的就是 可以把它区分成 自定函数里面分成两种 一种是没有回传值 就是所谓的无回传 无回传值 那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什么 有回传值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它再贴一个 另外的话 这边叫做有回传值 OK 那我要怎么样去撰写有回传值 没回传值部分 这程式 请各位 先 稍微了解一下 我刚刚讲的这个 我刚讲的这个 题目部分 这种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这个证照考试里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如果各位有一些空档的时间 然后想要多练功 我是还蛮强 我是还蛮强烈推荐各位 可以 拿这些题目练习一下 主要是真的确定你是熟练的 那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你可以 把这个证照拿到 那是最好的 锦上添花 OK 而且要考上这一双证照 其实也是要下一点苦工 因为总共有九类题 九类的话 好像给你100分钟还是多少 就是你一题其实能做的时间并不多 而且相对就是你要非常熟练的意思 另外的话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的话我们讲一下有关这个 制定函数 的程式撰写